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香港金融科技行业协会的曹中原Gabriel 今天非常荣幸能和各位行业大牛 一起来讨论稳定币这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因为我们今天下午的场子 很多嘉宾都在提稳定币 从支付还有很多场景都在聊 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圆桌讨论 首先我想请各位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在做什么 然后给大家一个小小的这些介绍 谢谢 大家好 我是Jason 然后我是长期 2018年开始吧 就负责网易的区块链的业务 然后我们也在国内和海外不断去做实践 也做过茅台的整个区块链项目 然后我们自己在海外web3上也在做技术的探索和积累 那今天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做交流 大家好 我是Helen来自FGA 那FGA信托呢 我们是结合了传统信托的一些比较稳固跟安全的这个基础上 然后我们运用了web3这个fintech的technology 去给个人的用户跟企业的用户提供这种一站式的合规的服务 大家好 我是Fatpay的创始人 我叫Cody 那么Fatpay是一家这个连接这个crypto和传统法币世界的这么一家公司 那么我们在很多地方通过连接本地的支付网络 能够让当地的用户能够用他熟悉的支付方式买到这个现在这个数字货币 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提供了一些比如说像虚拟信用卡 像这个虚拟账户之类的这种比较 比较创新的产品 能够让用户更多更方便的用他的法币 能够购买到数字货币或者反向把数字货币变成法币 那么在这种中间我们做了很多工作 我们比如说跟Alchemy Pay有这样的合作 包括跟这个DCS黄总这边也有合作 那么总之我们在这条路上已经走了很远回远 谢谢 谢谢三位 我今天也是准备了很多的问题来刁难一下各位 不过刚开始呢我们先简单的一个小小的开胃菜 请大家用 这是一个面向三位所有人的问题 就请大家用一个非常简短的方式讲一讲 现在你们看到的稳定币在你们行业中的应用里边 最大的稳定币这个东西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那顾总先请 稳定币现在应用场景还真确实还蛮广的 就是我举在一些就是我看到的游戏行业的一些应用 web水的游戏行业中 其实还是在满大量的运用到稳定币的 这块还是就是说有一个官方的 或者说比较可信的稳定币的话 能很大程度的去提高去降低用户进入的一个门槛 然后提高整个用户的一个就是基数 在这个用户基数活跃上 它提升的话能够更好的去促进这个经济的正向循环吧 那当然其他还有在一些应用网络就不一一绝数了 其他我们等会再聊 那海伦 因为我们是作为一个非常传统的 然后是一个合规的一个服务平台 所以我们非常深刻的感觉到 这个稳定币在Tri-Fi C-Fi 还有D-Fi 这三个都是比较分开的这样的一个资产平台上 其实是有一个贯穿的作用 那作为信托的一个管理人 我们是在很多方面都有感受到它的好处 这个也可以等一下声聊 Cody总 从我这边能看到稳定币在传统的贸易当中 或者在传统的支付当中 其实能够很大程度上提升效率 尤其是跨境的贸易 比如说这种跨境B2B贸易 那么原来要通过Swift的体系来做跨境汇款 可能需要几天的时间 然后包括非洲的一些地方 很多非洲的打工者 那么他们的工资是日节的 那你可以看到说如果通过传统的银行体系去给它汇款的话 那是很困难 磨损也很高 那么通过稳定币可以很好的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当然稳定币本身还有很多问题 这是我现在看到的稳定币的一些好处 我们可以继续下一个话题 感谢Cody总 刚好呼应了刚才这个国际的这个数字经济联盟的这个成立 就是服务大多数的这些亚非拉的这些国家 那第一个问题呢 我经常是想问一下Jason总 就是很多游戏从业者呢 他们从这个端游啊 夜游啊 手游啊 一路走过来 他们都觉得这个web3的游戏可能是下一个风口 但是很多游戏业外的人 他可能又看不太懂 那所以我想先请您跟我们普及一下啊 就web3游戏啊 从您的这个 您既有web2的游戏 也有web3游戏啊 您两边的游戏经验都有 从您的角度来看 他从研发 发行跟运营的这个角度 到底跟web2的游戏有什么样的进化 或者有什么样的不同 那我最近也发现 就在外头有一款游戏叫这个Cars of Hoy 对我看好像也是您这个担任顾问来发的 那我看也是很火爆 那在这个过程中 这家公司的这个游戏 到底做对了什么 能做到现在的这种规模 那请您这个 给我们科普一下 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啊 就是web3游戏和web2的游戏 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 那web3游戏它很大的一个 第一个 我认为主要区别有三点 第一点呢 是资产所有权的一个变化 在web2的游戏里面 就是资产的所有权 其实是你有使用权嘛 然后并不是真正的拥有资产所有权 然后在web3游戏的话 你跟真正是拥有资产所有权 这个还是非常不一样的 就是你买的也是一个道具 还是一个资产 至少在web3游戏 它整个的一个资产限定 限量的情况下 它在就是 在整个运营体系过程中 你的资产的保值的 保值的可能性 它会更加进一步的去强化 你也不用说每天很担心 说我一个月不完了 这个我的资产就大不缩水 这个我觉得是很大的一个区别 然后 第二点呢 是说一个透明性吧 比如说一个卡牌游戏 它只要说一共有一万张卡 那在链上的话 它是第一次公布 非常公布的知道 就是说这一万张卡在谁手上 分别是在哪些人手上 就是总量是多少 它也没办法超发 在这个也很大程度上 去对整个的资产透明流转性 它有很大的一个保障 对玩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保障 那你才能够更好的去 保障自己的一个资产 包括那个游戏资产 你就更加有一定确信的程度 第三呢是运营模式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 运营和发行模式的一个很大变化 web2的gaming大部分 就是以会说 发行上那个app store买量 但是在web2发行的话 更多是社区 社区共治 的一个模式 它在整个的在运作过程中 它会说 会把这个社区的权利 进步的去说和我运营方和社区的玩家 一起来去投票 共同治理 共同来 共同来讨论 说我们比如说 有一个 有一个新的一个决议 新上一套系统 你们觉得Obo OK 到底是AB还是V还是C 对吧 这是在过程游戏中 很少出现这种形态吧 刚才提到的Cuzzle C这个游戏的话 我还是非常喜欢这个游戏 就是一个有web3到web2到web3gaming中 是有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和跃进 但是我还是认为web3gaming 它核心的一点 还是要好玩 它如果你不好玩 其实你前面讲到的 所有的东西它都不成立 我觉得 但是这个点是目前 我觉得就是说 很多游戏很难去 在这是兼顾到的 我觉得这点是 它成功内很大的关键 就是还是游戏的本质吧 对于最后的人类来说 不好玩 其他什么都白搭 对对 非常感谢Jason总 讲到了游戏的本质 聊完了游戏呢 我们就聊一下信托 信托的这个改变 那还正在FGA信托嘛 那信托也属于一个 我觉得相当传统的一个持牌合规的一个金融服务行业了 那作为一个传统的金融服务行业 那在你看来啊 就面对一个稳定币的这种应用场景逐渐的扩张的这样的一个web3的时代 那信托管理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和改变呢 谢谢 就是刚才有分享到如果是在游戏界别的话是一个保值个好玩 如果是在信托这边呢 我们看到的是要安全 然后并且是要受这些法律还有合规的认同 那其实我们作为一个比较创新的数字信托的平台 其实我们在web3这个发展的过程中 也非常就喜闻乐见的看到了这个数字货币 就在去年的时候香港的这个高等法院 对于一个这个案件的裁判 就定义了这个加币货币为一种财产 那属于了加币财产 就是它是一个法定财产的条件之下呢 其实就让很多这种像web3的玩家啊 甚至是就是手上 哎怎么会我也无故有了一些币的一些玩家 就是把他们的这个东西放到我们的这个数位信托里面 来做一个资产保护 然后因为这样的合规越来越清晰化明朗化 那我们刚才Gabriel问的是就是机遇的问题嘛 就是作为数字化的信托 我们看到了一些机遇就是在web3这个企业啊 其实有很多新的startup 也产生了很多就是很成功的企业家 然后这些企业家呢 他们手上大部分是这个加密资产 我们呢因为这个数字信托是被认可了 作为可以去持有 并且是可以给这个受益人 去做一些分配的这样的一个载体 所以呢我们的机遇看到 可以其实去pitch这些企业家 然后把他们的加密资产 放到这个数字信托中来加以管理 谢谢海德 那聊完了这个传统的信托呢 我们就再聊一下 也跟传统机构打交道的这个连接web3跟web2世界的这个 cody总这边的业务 那随着行业的发展呢 就我们大家都讲说稳定币跟传统金融的合作越来越多 但您这边的实操角度来看 传统的机构对稳定币的接受程度如何呢 因为我看您也是有很多这个传统的合作伙伴吧 您是怎么做的让他们来认可您的 传统金融机构呢 现在从我的角度来看大部分的 绝大部分的传统金融机构 可能还并没有接受稳定币这个东西 那么稳定币毕竟只是很小一部分人在用 很小一部分这个金融机构接受 那么无论在世界各个地区 这个稳定币或者说 我们拿crypto的总量来看 它的这个资产规模 比起法币的资产规模差太多太多 那么对于一个理性的企业 那作为一个传统金融机构来说 它在发展这个业务的时候 它一定要考虑投入产出比 那第一个是说 我要花多少精力来投入创新这件事情 那投入了以后 这件事情能给我带来多大收益 那很有可能说 很多人很多这个传统机构觉得说 这个市场太小了 我甚至现在不值得一试 当然crypto是一个快速成长 website是一个成长非常快速的一个领域 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 会有越来越多的传统机构 意识到这一点说这个事情 这个东西对于行业效率的改变是巨大的 那么会有越来越多的传统机构来 拥抱这件事情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要改变的事情太多太多 不光光是传统机构本身的问题 因为传统机构 它的组织结构是基于法币体系 法币的清算体系来建设的 比如说传统的银行 那你要转账 使银行间作为清算 那中间可能还有清算 中间行 那还要通过swift的体系 那这些机构在一起 这个完成了整个法币的转账过程 那么支付也一样 这里面有卡组织 像visa mastercard这样的机构 有收担机构 有发卡行 那么这些机构合在一起 来完成了整个支付链路 完成了整个法币体系的支付链路 然后同时我们的监管机构也一样 我们所有的法律 所有的监管 都是基于这种组织结构来制定的 然后就会导致说 很多传统机构在面临 要接受稳定币 或者要在这方面做出创新的时候 就觉得很别扭 然后我记得刚才有一个 这边DTC Pay 这位大哥刚才说过 一个叫做travel rule的这么一个规则 说我在传统机构 在转账的过程中 需要把用户客户的信息 从一个机构传递到另外一个机构 那么这中间是通过swift来完成的 但是稳定币支付的过程中 我们不需要任何第三方的中间机构 这件事不是我不干 大哥我不知道怎么干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的这种regulation 其实也需要升级来配合 稳定币的adoption 谢谢 正如柯立总说的 我们的合规这边要升级 那我们下一轮的问题的难度 也要升级一下 那我们又轮回到这次这边 传统的游戏 其实上一直都存在 这个代币的机制 就比如说 永结无间的金块 王者的名文 它本质来讲 也是一种类似于数字化的代币 那你认为 这种真稳定币的引入 对整个游戏中的经济生态 社区运营 还有整个奖励体系 会有什么样的变革和影响呢 这个变革和影响 应该还是蛮大的 就是 可以其他提高 游戏资产的一些 它这个进入 就是刚才我提到 一个是降低门槛嘛 第二呢 是能够提高 那个流动性 就是说在整个 在流动性上 会去进一步的提升 那这个带来的 很大的好处 就是说 一些刚才提到 奖励的奖励机制 就是它会更加健康 就是 它会更加健康有效 它的整个生态体系的 循环网络循环 它比较容易能够去 达成一个正向的循环 让这个经济体系的 网络进一步的变大 然后从而让游戏 有获得更加 更长生命周期的 一个可能性 这是我在 就是 在Web Story Gaming中 引入 Winningby的这个情况下 我自己有些思考吧 在这个 我觉得就是在这种模式 当然这个模式 还需要 可能需要持续去探索 去去探索这种 比如说奖励机制的形式 是以什么样的形式 它合法合规的 去完成整个的一个 奖励的链路 交易的链路 那能够让这个经济体系 它持续健康的发展 对 我试着总结一下 您说的 就是还是要 第一好玩 第二呢 让它持续的 这个拉长游戏的生命周期 然后这样子 我们的收入就更多了 对不对 我觉得是说 也不 应该是说 Web Story Gaming 它更多的 还是说 要让 生态起来 那不是说 就是运营方 首先 它也还要赚钱 不赚钱活不下去 对吧 那你的生态方 比如说 在这里面 有很多的生态交易者 来参与到游戏 参与到游戏的玩家 那他们在这个过程中 能不能也获得 相应的收益 能不能把这个收益 用这种稳定币的形式 它更好地 去形成一种 收益分配的体制 好的好的 生态比特斯非常好 那我下一个问题 就预定了 可能要问你生态了 那我们现在 先转到Helen这边 那刚才Helen提到了嘛 那信托呢 其实是可以 这个持有加密货币的 对吧 那那那稳定币的 信托中的应用啊 特别是对于 数字的信托管理 有什么帮助性的作用吗 在你看来 这个问题非常的好 那我想要就是 借着刚才Cody一种 说的这个整个 支付的这个链条下来 因为我们就是 被驰的公司 也是做了25年的支付 然后在这方面 也有一些心得 并且我们是把 这一套的管理方式 加上了Web3的技术 然后运用到了 这个数字信托里面 这个数位信托呢 我可以浅浅地聊一下 从资产的注入 到资产的这个Custody 然后就是再到保存 然后再到管理 再到后面的投资 跟最后的继承 就是这整个Flow 大概的介绍一下 就是在如果资产入住的时候 那因为相信大家 现在也非常了解 如果用稳定币 加密货币这样的方式 因为它比较快速 而且它稳定币 是有一个保值的 这样的一个性质特征在的 所以在注入方面呢 所有的记录都会被清晰的 就是记录 然后之后都非常容易可以查阅 所以注入方面 我们因为稳定币 而有了这样的一个 就是放心安全的方式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资产的保存 因为在传统信托来说 就是大家心目中的概念 就是把资产存在了一个地方 然后非常的放心 百分之百的这个资产 不会被挪用 或者是消失 那其实我们用了数位 数位信托 然后用了这个稳定币的 这样的一个协调方面的帮助之后 因为这个东西 我们是把它放在了 非常合规的 custodian的service party 那我们会定期的去做审计 并且去调查 他们是不是有做 全面的保险保障 然后我们随时对它去做audi 都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在资金保存方面 我们也是非常的放心 也是让我们的客人很放心 然后接下来就是当他的钱资金进来之后 对于他的钱的一些管理 还有这些调配啊 或者是资产配置啊 因为稳定币的关系 如果是用稳定币的话 其实这些所有的交易呢 都是非常可以追踪 然后也不可以篡改的 所以这个让那个用户也是非常非常的安心 所以在我们作为一个这个数位信托供应商的角度 也是非常安心 而且是非常提倡客人去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如果他们接受的话 然后再来就是在投资方面 因为稳定币它是一个24小时7天都可以去trade的一个东西 所以呢在这个就是投资机遇上 给这些稳定币的持有者 或者是数字信托的这些holder 让他们更加的有这种投资方面 可以让他们的投资更加分散 然后最后呢是要提到一个资产继承方面的问题 那现在目前来说很多加密资产的持有者 他们还是没有办法去非常安心的 就是把他的资产继承给他的下一代 那数字信托可以做到这一点 所以说到最后的他的这个exit plan 也是可以通过数字信托来实现的 所以总而言之呢 这个稳定币在我们数字信托的这个运用上 给了更好的便利性更有效 而且更安全 好的非常感谢Helen 那下一个问题呢 又是一个很时操性的问题 问到Cody总 那引入一个新的稳定币啊 就在您看来 对现有的数字资产的交易机制 和价格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可能是很多人都关心的 这个问题非常大 就是引入一个新的稳定币 那是谁来引入 引入一个什么样的稳定币 比如说现在 各个政府都希望发行 以自己法币为基础的这种稳定币 那香港政府希望发行港元稳定币 那么没准有一天 大陆政府希望发行人民寓意稳定币 说不准 那么同时 我们又能看到web3这个行业 有一些这个native的builder 他们希望能够build的一种 我不以任何法币背书的稳定币 那么就像比特币 很多比特币这个最大主义者 他们的理念一样 一个BTC就是一个BTC 一个SAT就是一个SAT 它背后不是任何的 没有不合任何的资产挂钩 那么从稳定币对资产规模的提升来看 我没看到说各国政府 如果发行自己这个法币背书的稳定币 那么势必会提升各国内的 比如说RWA资产的这种规模 因为这个我们现实世界中的资产 特别是传统金融世界中的资产 都是以本币来定价的 那么以美元定价的资产 其实OK华尔街有一堆 那可能世界各地还有一堆 但是在其他国家 大部分这种资产 都是以本国货币为定价的 那么当各国推出自己的稳定币以后 势必会有更 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这种 各国内的这种资产商链 然后会有RWA资产商链 或其他各种类型的资产商链 我觉得会对资产规模会是一个提升 但是同时我们会有另外一个想法说 这是一件好事吗 这是一件好事吗 那么区块链在诞生之初 比如说我刚才说 它最大的作用是 现在能看到的比较大的作用是 服务实体经济 我的B2B贸易 我可以用美元稳定币来支付 没有国界 那么当越来越多的 以不同法币定价的稳定币出现之后 那是不是区块链世界又变成了 跟法币一样的割裂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货币 然后这些货币之间怎么兑换呢 那是以什么机构来兑换呢 那是不是又会出现一堆中心化的机构 来服务这件事 那除了这个以外 更割裂的一点是 OK 现实世界中的法币只分为国家 那么区块链世界还有这么多条链 每条链都不一样 那么从A链到B链的 即使是同一种稳定币 我们知道USDT 从Polygon到OP到ETH 这些跨链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再回到你刚才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从现在这个视角来看 至少越来越多的政府 开始拥抱稳定币这样的东西 那么势必会有越来越多的稳定币出现 那这样会促使资产规模的上升 那么同时可能会让整个区块链世界变得更加割裂 这是我的一个个人观点 谢谢柯立总 我觉得能想到割裂之后的这个世界 像是非常深入的一个思考了 不过短期内资产规模上升 信托这边的资产规模也都同样上升 大家有更多的钱来玩游戏 这个对我们在座的大家都好 那我们再回又回到顾总这边 刚才我说问一个生态的问题 我也临时突然想到了一个生态的问题 就是那我们现在想象一下 就如果说大部分的web3游戏 我们都在游戏中应用了这个稳定币 那你觉得需要什么样的一个基建 才能更好地丰富这个生态 就类似于传统的web2游戏的支付 还有这种流量平台 那web3游戏中应用稳定币 应该需要什么样的基建在您看来 我认为是一种是技术的基建 还有一种是合规支付网络的一个基建 那两个点嘛 一个是说其实在里面 web3游戏中可能是大量的小额 和大额或者小额的支付 那大额小额支付的话 你有稳定币 那首先我要确保 能够满足一个比较大的用户体量 然后高频的一种支付体验 它的还有低延时 这是一个点 第二呢 就是我要确保资金的安全 在整个web3支付网络中 我能确保这里面 它是合规合法的货币 然后它在里面能够满足反洗钱 等等一系列的一个合规要求 这是一个点的呢 这样的话就运营方啊 有玩家都能就觉得比较安全吧 不要没有额外的那些担心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说就是在整个的 在这个支付网络上呢 能不能够涵盖很多的那种国家地区 它能不能比较 因为它有很大的一个特性 就是可能要跨很多国家进来 那那支付网络 它能够覆盖的国家地区 它就比较重要了 能够让这些国家地区的人 能够很方便地 接入到这套支付网络中 那这套就能够提供最基础的 它自己本国的货币 和这个稳定币之间 怎么去形成一种交易的兑换关系 然后解决它的一系列 合规体验的问题 然后这里面当然也要个 合理的费率吧 合理的费率 然后也不能太贵了 不然的话 这也用不起嘛 我觉得主要是 这两个基础设施的一个建设 它能够能够保障 能够从底层去保障 Works Gaming的一个 更加在稳定币基础上 获得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 好 谢谢这次总 每次讲到基建 大家都会讲这个费率不要太贵 那大家做基建 可能压力都会比较大 那我们还有一个 可能也偏一点基建的问题 那你觉得稳定币 在数字信托管理过程中 那对整个的风险管理 流通性管理呢 会有什么样积极的影响呢 我们今天就光说积极的影响 好的 刚才Jason总提到 一个合规的问题 那因为我们做的这个业务呢 所谓是数字信托 然后这个传统的行业 其实也是高度合规的 然后我们的对手方 没有像Cody总刚才提到了 说各种链 然后非常的复杂 这个我们有去了解 可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接触到这个层面 我们大部分接触的层面的对手方呢 都是像传统的银行 或者是其他的金融机构 其实作为一个信托平台 我们平常管理这个风险 还有这个管理办法 跟大部分的银行 这种持牌业务是差不多的 然后因为稳定币的这个加入 其实让我们在好几个方面都非常的受益 因为今天Gabriel说要说受益的地方嘛 就大概率就是我们现在在三个方面是比较受益的 第一个是流动性 那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很多关于稳定币的一些好处 就是因为这些好处 就是它有这样比较高的交易的能力 跟比较低的费用 所以呢在流动性方面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支持 我们呢因为作为一个数字平台嘛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接受到客户的一些指令 然后我们其实可以在比较少折损的一个情况之下 可以帮他们去完成这些各式各样的指令 刚才我有介绍过了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合规 如果我说合规的话 其实整个流程下来也就是KYC AML CFT 然后KYT的部分 然后我想要特别说一说这个EKYC 我们其实现在把EKYC 就是也是跟银行的标准一样嘛 然后都已经上移到了这个就是Digitalize了 所以我们可以更准确的去抓捕到这些可疑的人物啊 然后可疑的事件 那说到事件的话 其实大家也可以想到在银行业 很多都是像这种交易的这个Transaction Monitoring 也是我们比较强调的一个方面吧 然后因为我们是通过一些链上的分析工具 然后可以提前的去捕抓这些交易中的一些可疑的状况 跟他们的背景 所以在KYT方面我们是借助了这个区块链的技术 也是让它更加的 就是让我们跟我们的客户更加受益 然后最后一个呢是一个操作风险 因为其实信托在传统的信托领域呢 操作上是很容易出错 然后也有可能是会有一些 就是Fraughts 就是有一些错误的东西啊 这种存在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采用了这个Smart Contract的概念 所以说在整个行驶的过程中 都全部严格的按照合约条款去行驶 这样就大大的减少了在这个错误上 跟那个错误行权上的一些危险 大概主要是这几方面的益处吧 谢谢Helen 我觉得听完了Helen讲的呢 我就感觉稳定币这个特别好 然后大有发展前途 然后马上大家都要用 但是呢 刚才Cody总也讲了 现在和传统的法币交易来比的话 稳定币呢 还是交易量是非常小的 那Cody总您觉得 如何才能真正的提升稳定币在Web3世界中 甚至包括所有的Web2加Web3世界中的 用户参与度和交易量 对我觉得这里面有太多太多的事情要做了 首先费率 费率是一个最大的因素 那么虽然我们现在有很多二层 二层上的费率已经很低了 但是比如说 现在如果大家去做交易的话 可能你一比较 一个transaction 还需要大概0.1 或者0.几美元的这么一个gas fee 那么如果用这样的费率 去支持传统世界交易的话 比如说你去便利店买瓶水 这瓶水两块人民币 那你如果去支付一个0.1美元的gas 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对吗 那所以这里面就是 在整个区块链体系扩容当中 我觉得还需要有很多的事情可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从上一轮周期 这个上一轮周期 这个web3的发展是由于 DeFi Summer带起来的 那么这一轮周期 我们看到了BTC的叙事 看到了各种其他的叙事 但是这些叙事 本质上都没有超出 大家去trade assets 这样一个行为 就是大家在这个圈子里 还是为了买资产 卖资产 然后去做交易挣钱 那么到底有多少 在服务实体行业呢 服务实体行业和 和在链上去trade 或者在交易所里trade 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事情 那trade这件事 我们可以把它放到 金融体系里面来看 那么服务实体行业 这是一个很累的活 一个很脏的活 大家必须要 要趴在地上去干这个活 那么我们说 比如说我要服务商户 那有多少小店 可以支持稳定币的支付 那么有多少品牌 愿意支持 把自己的这种 loyity program变成NFT 我觉得现在可能 没有多少实体经济 愿意这么干 一方面是因为 大部分做实体经济的人 可能还对这个东西 没有认知 教育不够 另外一方面 也是因为行业内 没有服务这些公司的 没有服务这些 实体经济的这些公司 那么我再举一个 很简单的例子 在支付行业里面 其实我们在大陆 如果能看的话 如果能看到很多 这种小店里 摆了一个喇叭 对吧 这个耳码 下面是一个喇叭 然后你用支付宝 微信一扫 说支付宝到账 多少多少钱 那个喇叭会发出 一个声音 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呢 原来都是一个耳码 那在实体行业里面 如果你开一家饭店 你是做面的 一手油 你是不可能 随时打开手机去看的 一定要有这个设备 去告诉他 用户支付一笔成功了 那我们在 在现在的web3行业里 其实并没有看到 有些公司 或者说某些公司 在做这些事情 并没有看到 很多公司 在服务这些行业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 有太长太长的路要走了 就是大家一定要 把这个注意力 从trading到 转变到 这个服务实体经济里面去 我觉得稳定币 才能有更广阔的 发展空间 感谢感谢 我觉得也是要给 整个稳定币 也给web3一些时间 就像我们传统的 支付行业 我们现在看 这么发达的扫码支付 也不是一天搞成的 也是需要时间 来建立这个生态 最后我还有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 希望大家以非常简短的方式来回答 在你们的行业 你觉得未来两三年 你看好什么样的事情 新的好的消息会发生 比如说你稳定币 会有什么样的大的改变 有什么样的策略 一些政策的发生 你会看好什么样的事情会发生呢 那我们这回先从Cody总来吧 我还是希望 从我个人角度来讲 我还是希望能有一些 行业的leader 或者典型的公司出来 能够服务实体经济 把这个web3真正从 只是链上的大家的trade 变成服务链下的交易 我觉得我现在至少已经看到一些 这样的公司在做了 而且也有一些 原来web2的支付公司 现在在试图做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很欣慰 当然需要多长时间我不知道 但是我非常希望能看到 这个稳定币在线下的实体商业当中 能够有一席之地 谢谢 海伦 我最希望看到的是 像我刚才取的这个 香港法院的案例的例子 更加多的国家还有地区 可以把这个稳定币 甚至加密货币 作为一个法定的 一个资产的这样的一个定义 那逐渐 如果这个合规化逐渐清晰的话 那我们按部就班 然后潜伏了很久 做了很多深度研究 然后去把这些东西都铺好 就有一条光明大道可以走下去 所以三到五年的时间的话 我希望看到这个数字信托 被越来越多的用户所认可 特别是持有加密资产 大量持有加密资产的这些用户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 我也希望稳定币 在这个传统的信托行业里面的地位 跟这个工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谢谢 顾总 我非常期待 就是说在线下 无论是线下或线上 有更多的合规的稳定币和法币之间 有一个比较方便的安全的 然后合规的一条兑换通道 然后让更多的人 他手上的一些 如果他想参与到 那个 这个web3的世界中 他很方便的 能够 也很低成本的 他可以就 很容易的去切入到这个web 他可以是一个web3的入口 大家就能够用 每个人都能够去拥有 他自己的钱包 我希望这个说 非常希望看到 这一个用户的 一个趋势 用户web3的 用户技术的 一个趋势的改变 那这样的话 我会觉得 就是说web3上 无论是web3的gaming web3的social 他有很多的 web3的其他的 就是很多的一种 无论是元宇宙等等 很多方式 他的发展就有很多 很大的一个用户群体 才能够有更大 一些伟大的企业 能够迸发出来 谢谢 其实两到三年这个时间 我们听起来很长 其实也是很短 一晃就过去了 我们也看到了今天的大会 很多事情都在同时发生 那说不定的 两到三年 很多新的东西都成功了 然后库地总也见到了 很多这个新的大企业 还能也看到了 新的这个法律的威力 顾总这边也有 很多更方便的通道呀 一些工具可以给你们用 那个 说不准 那非常感谢 三位今天的分享 我们今天的圆桌 就到这里 我也是学习了非常多 希望各位也跟我一样 学习了很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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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